我们隔壁是一天班 我觉得我们跟他们 是完全两个状态 就是一天班的选手 大家能照顾好自己 然后我们就是抱团取暖室 别尖叫 是什么 别喊 别尖叫 别尖叫 大一大口 碰碰跳 什么是 碰碰跳 你的心里是碰 对 所以我们就碰碰跳 对 不 不是什么 我只是说 不 是我的 我的 我的 好 只是 是 是 中文字很难 太难了 但是我会努力 当黑夜迎来天亮 当黑夜迎来天亮 应来天亮 当黑夜迎来天亮 迎来天亮 迎来天 迎来天亮 对了吧 错 你不要对了吧 跑掉跑到外婆家去了 迎来天亮 我会努力 这 很难以为 踩上了 小西里真 起个地儿 起个地儿 小西里真 小西里真正好 请 小西里真正好 请包刀 小西里真正好 请包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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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笑 你不是见我唱歌 准备好 你找着 你找自己的卡在哪了 自己没觉得自己不在那个卡上 所以说 别人教我的时候 他们示范的是正确的卡 但是 我唱出来还是不正确的 但是我自己听不出来差别 很致命这一点 身影勾向眼睛勾亮 唱 就像最美的一响 行了 垮掉垮掉 不好意思垮掉 垮掉 垮不转 三二一 你的重心稍微在这边一点 然后有很多同学 跟不上我怎么样 他们就会去找其他的学员去教 他们都特别乐意地去教你 小苑 我要学一下这个 这我做得好怪 赵宇老师 可以开始了吗 我还有一个不会 就是刚开始那个抬头 我们两个其实是她徒弟 所以我们跳得不好 其实有她的责任 你是让我出去没有帮她找工作 我平时在我们四八 就是教五都三十块钱一支 我肯定要降价都十块 其实我们团队心态不是很好的人比较多 对 所以其实我们团队当时是经过商量决定 大家都一起留在五天班 这样大家可以就是相互扶持 希望有更多的时间练习 包括扣细节这样 我能跟大家同进退 我不后悔 你要是被绑架 你就扎扎眼 因为我们五天班人比较多 大家一般都会分成两拨 一拨就是赵岳会带着扣细节 另外一边就是庞雪茜 因为她的动作什么的 将对都非常的标准 她在的时候我特别有安全感 穿上最美的衣裳 我的梦想法 这里看脚一定是并腿 梦想法 好雪茜 她真的是很细 她就很真实地告诉你 你有什么问题 呐喊文化的都是神仙 又会唱又会跳 全员ACE 昨天是和新妹学 然后之后昨天上声乐课 又找雪茜学 然后就今天就是找春茜 然后今天晚上又是我 我们轮班 同步修班 24小时全天后 呐喊文化有你陪伴 不管你是三天班还是五天班 大家是一棵树一样 就不停地分支 不停地分支